大家好呀,我是大崔 今天我们继续来玩创意庭院吧 这次玩的关卡是这个 寒冰射手的复仇 这 寒冰射手都想要复仇了 难道他想复仇的是 把他子弹融化的火焰树桩 这不对吧 这一关的玩法是自选植物 给的植物里面就有寒冰射手的 不过居然没有火焰树桩 那看来要复仇的对象并不是他呀 好家伙 这一关的初始阳光居然只有这么一点 而且生产阳光的植物 居然是普通向日葵 烦死了 再看看这些植物 难道我是在玩一代的植物大战僵尸 这个地图上已经有了一整排的高坚果了 不过居然种在了这么后面 那我就只能把这些向日葵给种在前面了 保护我放高坚果 毕竟向日葵出了生产阳光之后 另外一个最大的作用就是跑回来 一个字 绝 对面的僵尸虽然接数不是很高 但是我们这边的主力输出植物 全都是一剑的 根本就打不动一点 我就能说 幸好还有土豆雷和火爆辣椒呀 能直接秒杀掉对面的这些小僵尸了 现在终于是撑到了最后一波了 居然还出现了这么多的巨人僵尸 靠后面这三排的豌豆 想要干掉对面这些巨人僵尸 还是有点难度的 只能躲在后面种一些土豆雷的 话说这个植物的子弹是啥意思呢 它一直在这里转圈圈 难道这里还有僵尸 好家伙 这一排的植物居然都被吃完了 好家伙 我居然忘记了 一开始就有两个倒贼僵尸出现了 幸好这个火爆辣椒能烧到这个僵尸 差点就让这个僵尸走到我的家里去了 现在就只剩下这上面的几个巨人了 嘿嘿 终于是干掉了这些巨人僵尸啊 这关系太艰难了吧